年夜饭大师家 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呈现三道鱼 它们都是属于偏甜酸的鱼香味 糖厨味还有茄子味 房间到屋台耍得无聊 也可以试一下这三道菜 第一道菜是国宝级酸菜大师 人大也给我们做的一个 松果鱼它的一个招牌菜 这次真的是鱼香味里面 真的有鱼用 我们做的是炒鱼 把鱼鱼取了 主要是切花子 要切云 混熟都放了十字花刀 再把它切成花刀 把鱼放 要切鱼就要切姜 要切葱 取芯米勺 蒸香 然后我干豆粉 把多叶豆仁它中油温下去 假计它这些 这个鱼打出来的 它也酥来酥脆 鱼香味离不开 怕辣椒 自己怕的二斤条 多细 还有鲜味 作为鱼香成形 鱼和醋都是对比 切药葱花 酱米子 蒜米子 辣椒 炒红色 你炒红萝卜后 就把最好的芝汁 然后捧下去 然后你淋在鱼上 效果很好 这道菜它就有很靠刀工的 就是菊花鱼 如果这个刀工还可以的话 也可以在屋上试一下 选择一斤半以上的鱼 现在我们把鱼的新鲜先抽了 菊花鱼这道菜 靠我们厨师的一个刀工 切的时候翻几刀法 这道菜打得要求告诉我们 刀工非常均匀 五到一段 切完过后一定要多泡份水 一个是把血水泡干净 第二个 让鱼充分的吸水吸勾 这样的话炸出来过后 这个鱼它就不饱满 鱼切好过后 我们一个是要进去马尾 再用姜葱料就腌 一个是给它一个丢一点 然后把鱼的腥味吃了 再排粉 七到八层的冠豆点粉 加两层的鸡丝分 然后排粉一排均匀 然后都干净 再放在油锅里面去炸 炸这个菜一个是足以油油菊花鱼 我们相对在牛层温度上 这个样子炸起来 那个花菜可以跟着性更加配成一些 分两次炸 第一次低洗 第二次来长水 打出来最终的颜色 然后全部都是金黄色的 这个成型的效果就用于多多盛开的菊花一样 炸这个汁的时候我们主要是选择这个番茄酱 炸一下上这个火我们就加鲜汤 这个口感我们可以加些糖 加些白醋 第三道菜就是选完熟类人的糖醋脆皮 甜甜的 酸酸的 皮是酥的 肉是嫩的 车上那个糖醋汁 酸得很 特别接力 就需要选择两斤左右的草鱼 三厘米左右 感觉到切到鱼的骨头上之后 然后去打斜刀 鱼晒好了之后 把盐了就均匀的鱼身上 让它就有低位 十多二十分钟就合适 准备上前粉 最好是用豌豆粉 然后稍加低点面粉 打上鸡蛋 调成大腹 取得个泡脆的作用 鱼肉身上是比较干的 本身就不容易上酱 面粉加上豌豆粉之后 它上到鱼身上它更容易拔 在炸制的过程中 温度一定要稍微高点 因为低了之后 粉脚脱 一只手鸟到鱼尾 另一只手搅油 它的大腹变成了金黄色 表示它已经锁住了它的形状 那么你就可以劝碍于下油锅炸制 一定要用筷子上司的去多它 如果是这面酥了的时候就要翻一面 一面它受热不均匀 一面生一面酥 一炸透了之后 这边就要开始炒制 糖醋汁 将蒜微变 变了之后就参炭 所谓的糖醋味 烧盐 多糖 多醋 脂水成小鱼盆就够得比较合适了 将就炸制鱼的油来消瓣煞 起锅拧到鱼身上 上桌的时候鱼头要对到脏子 让演艺饭当中最脏的脏子 动第一块子 鱼意中正种